哎呀 赵姐来了 今天还是老样子 今天就不吃了 我让你买的手机你买的买的 早上刚到了 我就给你拿 快看看是不是你要的那一块 哎 定是这块 太贴心地了 试这个就行 来 天冷了喝温水 别着急走 今天我请大家吃海鲜 都给我敞开了吃 老板的女人就是大方 走 老板 这个大龙虾给我来餐吃 好 哎 这百闺女吗 这是你妈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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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我妈 这是我家以前保洁阿姨 嗯 我不是她妈 我就说你家这么有钱 怎么能扫大爹的妈妈呢 你怎么回事 你瞧不起人是不是 扫大爹怎么了 不瞧不起人 怎么了 我就说了 穿上去 没事 没事 这是你妈要我给你送的新手机 哎呀 新手机给我看看 哎 你妈对你可真好啊 送完就走吧 一身臭味真是影响食欲 快走吧 快走吧 你干这种活真丢了 张姐借钱给她闺女开了一个店 没想到让她闺女给赔光了 才到这边来打工还钱 这有什么好丢人的 她老子 你说这干嘛 要不然就怪我没有能力帮她 我走了 张姐 那个手机钱不着急还啊 钱是借的 哎 张姐太不容易了 自己联合我热乎饭都不舍得吃 闺女在外面大吃大喝 这叫什么事啊 你什么态度啊你 对什么人什么态度 怎么说话的 把你们老板找过来 我就是老板 怎么了 我点了海鲜 您给我上的什么 我们小市民就吃这个 爱吃不吃 啊 我错了 对不起 没事 傻子 我觉得这个手机又用不上了 退了吧 不退 可以开玩笑的 明天早点来啊